Hello 大家好 這條影片就會是回到香港的賽事 講回禮拜日的沙田日賽有10場賽事舉行 這條影片就講回我的全日馬打 另外就是半冷精選 希望大家也繼續支持這條影片和頻道 記得讚好給個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這次跑了沙田馬 雖然你說我看到我近日跑英國馬 但每一次我都確保自己做足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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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想拍到影片太長 因為這幾天都時間緊迫 希望大家快人快魚 那我就快點說 大家聽得舒服就可以了 今次的全日馬蛋就選了 第五場賽事這一場的國際三級賽 千八米就是精英碟 我就選了一隻輕磅馬 9號的樂役線 這隻馬呢 其實我想這場賽事 都只有川河專區 還有他會勝算 說贏方面會高一點 但是川河專區就要讓他20磅 讓不讓得起呢 真是未知之數 因為一隻四歲一隻八歲 人家樂役線正在上 川河專區 可能慢慢已經是步入黃昏 落下坡 說回樂役線 其實這隻馬很厲害 你想想他今季的進程 一月來香港落地 不半球就會第一波 跑第四 然後已經馬上贏了三場 上次月級挑戰跑 黃泰紀念杯 大福真情 不一樣可以 證明這些馬第一 他是頗忠心的馬 第二 他表現穩定 第三 就是他來到香港適應得很好 變相 路程也叫他跳來跳去 也是可以的 這匹馬 我想跟他有關 他神操都是乖巧的馬 不會太暖龍 變相長途 慢一點的步速 他都留得舒服的 上次月級挑戰 他都用了很多體力 而且馬真的挺厲害的 因為那場賽事 如果大家也不失望 那一波他就全程走外跌 腳情就蝕到暈了 再加上 其實他最後的千多米已經走三跌 對於一隻第一次跑2400 還要走三跌 他都留得住 譬如這匹馬 他的姜口也挺順 乖巧的 還有這匹馬的氣量真的很足夠 我想這匹馬進步幅度這麼大 這場還要吃這麼多位來跑 我很相信他一隻 都是在香港長途未來 都是有些希望 跑到分級賽跑得好 他都很聰明 知道這場賽事 看到現在都走三跌 最前面那一隻 都用多了 因為最後他都騎得很厲害 所以他都靠著來跑 就不去跑那場的遮打杯 就留一點力 就是跑這場的千百米 遮打杯他平榜更加困難 反而你現在趁著分尾升上去 你跑這些樣榜賽 他還有得樣榜 瘦樣榜 背著113磅 他很著數 上一波可能用多了 所以你看到他今次都靠到夠再跑 賽前也是跳到足 試了閘才出來跑 試了貨的千六米閘也是追得不錯 最後下草地前太安跳 馬就走得很好 狀態肯定沒有問題 現在唯一的東西就是 我相信他現階段的能力 都未夠挑戰穿河轉區 但現在不是跑平榜 而是跑樣榜賽 他受人20磅 就有得跑 再加上今次是跑A欄 今季的A欄都是走外跌後想 這場賽事很好跑 如果你說就一條跑道形勢 跑一個10檔 走外跌 田太安 遇到他留後追一段 再加上這場有報酬 你說馬克羅斯 精神威 甚至幸福掌聲 都有機會大頭 報酬拉快一點 對他又有利 所以這場賽事 我希望他越級挑戰 再一次成功 對川河專區都希望可以解決他 但川河專區其實我內心很想他贏 但對客觀現實 他能否讓得起榜 而且他真的拼多了 所以就選了一隻樂益線 希望他坐位望贏 好 接著講完這隻樂益線之後 就講半冷精選 今次的半冷精選 就選了第一場賽事 這一場是五班千六米 我就要了一隻十一號的開心大師 這一匹馬 今次選了他也是第一 第一跑回贏馬路程千六米 其實這一匹馬都是在千六米兩圈 也是五班贏過馬 所以就很安心 第二 看他現在的榜 加上陳家希的七磅 他現在背著一百十九磅 對比他上兩局 一百三十一磅 一百十八磅 一百十八磅 其實他現在會有好處 這個磅位方面 問題就來了 陳家希能否得到這隻馬 如果你看上季這一匹馬 陳家希也曾經試過跑得很入Q 那場賽事就是四班千六米 十一月二十三號 應該是一九年 那場賽事輸給芙蓉莊 贏穩妙星和保得住 那場賽事就入到Q 那場賽事是四班 現在是五班 相信是更加好處 證明一件事就是 陳家希先搞定這隻馬 因為他也是後上馬 最重要是這些馬 夾過當 OK證明過 那我就不用想太多 原來他會跑 好 再說這一匹馬 其實操練方面 都是值得關注的 因為這匹馬 十月二十號出完賽之後 就隔了四個月才再跑 三四個月 4月8號再跑 踢過功夫來的貴中 因為傷患問題 踢過功夫來 流過鼻血 然後這匹馬 4月8號復出 做了一個熱身 再跑下去 這次賽前也對比了功夫 很明顯做足很多 上一次賽前 拍了幾副 前一次莫尼達賽前 都是做得不太功夫 因為缺過火 二月才會操練 這次完全不同了 賽前 拍跳 試擇 最後再拍跳 做足功夫來跑 所以這次的操練功夫 是他優後復出以來 做得最足的一次 而上一鋪 這匹馬其實在優後復出第二鋪 已經是追得好跑到第四名 那場賽事嚴短1400米 再加上 就在私園裡繞了一個很大的彎 但回到來 都跑得好 所以這次我相信 這隻的開心大師 有權回到夜馬路程 再加上操練 是積極回到 是會跑得好 操練積極也是那句 你做得足夠 證明這匹馬的健康 應該就沒什麼大問題 否則練馬師不會夠膽辣操 這次做足為跑 跑回到夜馬路程 再加上 有了減榜 背著輕榜追一段 這場賽事夠馬走 譬如說會展達人 即使那一隻 日舊 都是以前放在前面 幸運飛彈也是 所以這場賽事有些放頭馬走 他跑一個七檔 A難 中外檔 比較好 那就選了這隻 開心大師 希望方家柏 踏陳家希 都可以撿回win 好 最後再選多一隻 就是半眼精算 邊線馬來的 不是半眼精算 第九場賽事 二班千四米 因為他不會太好分 這隻馬 選了九號包裝太保 這隻馬 也是同樣的道理 就是操練方面 這次正常 這隻馬 其實在五月十六號上次跑之前 根本的操練 完完全全是不對勁的 幾個功夫 缺過貨 缺過貨 缺完貨之後 完完全全沒有再試摘 不停跳兩貨出來跑 還要跑一千 擺明是熱身 那場賽事 抹掉它 當是熱身出來試貨 這次賽前 做到捉危跑 你記不記得 你就算一下 拍跳拍有多少貨 一貨兩貨三貨 臨門再拍四貨 再加上試貨大閘 跳捉危跑 證明一件事 第一 健康沒問題 才會這麼辣粗 第二件事 根本這匹馬這次賽前 那些功夫排山倒海 情況有點同一隻 之前我貼過的金元寶馬 有些類似的 前陣子不做得功夫 最近做得回 那就跑得好 這隻也有同樣的異曲同工之苗 好 看看這匹馬 二班夠不夠 將會成為一個關鍵 因為這個路程肯定沒有問題 晚上 贏閃得快 賽事是不錯的 二班夠不夠跑 將會成為一個關鍵 我可以回答你 是夠跑的 3月21日 看看這場賽事 證明說 二班夠跑的 這場二班1600米 不要看到A難以為利後上 但這場賽事是單日轉向的 這場根本是利放頭的 放頭兩隻回來了 報速很慢 後上馬很難追得好 但他又追得很好 包裝泰保這場賽事 可以看一看片再講 這場 外面數起第三隻 何宅堯通常在外面數起 這場就是他騎 就是包裝泰保 扭到很厚的這場賽事 亦都虧了補足 再加上虧了那個場地 你留意一下 這場賽事跟他差不多 回來追得好 旗次輝煌 二班上名之後 足金好球 再出二班又是有第四 這場賽事是很厲害的 還要看裏面 星雲指雀 他們只要轉一轉 形勢 好一點 就馬上交到好表現 所以這場賽事 不是在那些 再出跑得好的碼 差不多位回來而已 是吧 證明我覺得他二班是夠跑的 這一場賽事 也追得好 附近那些什麼 星雲指雀也好 旗次輝煌也好 足金好球也好 再出在二班 也證明是OK的 證明這一筆 包裝泰國 這場賽事 設了形勢 而跑得好 也有條件在二班 再入三甲 這場賽事 跑回1400米 這場賽事可能會 步速快一點 一來1400米 一定比1600米 第二件事 這次跑了A欄 A欄 我相信那個場地 也會理會他那邊 外搭後上 第三點 轉回耶馬配比 楊無面孤 安心 還有一點 就是這場賽事 走到回來 排大外擋會走 不知道 新力寶 真情跑 也可能會走 知道必勝 應該會留著跑 但是星雲藍鳥 外地 放頭贏 這場賽事 表面上好像不能馬走 但實際上 有不少 有機會走的馬牌 外擋 他不會讓他走 都會邁來 要邁來 排外擋 當然要騎 騎出來 帶 或者騎出來 所以 步速不會太慢 希望這隻包裝太補 也不用想 十三檔 肯定留好一段 背著中 中 不算太重 這場賽事 對手不算太多 希望他也交到好表現 那就選了這隻包裝太補 好 總結這次的心水 好 這條片就講到這裏 今次的沙田日賽的心水 明天視乎情況 看看會不會出一膽拖兩腳 對 看看有沒有心水才出 祝大家 來近禮拜日 就多贏 還有 留意我開跑時間 跑了十場 頭床開跑時間是1點鐘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跟大家聊